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于8月下旬公布了,截至2023年7月30日的2024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人工智慧、AI的带动、整体业绩暴涨、大超市场预期。 具体来说,回答第二季度营收为135.1亿美元,同比暴涨101%,环比大涨88%,远超回答此前给出的107.8亿至112.2亿美元的业绩指引,同时也超出了分析师预期,同比增长约65%至110.4亿美元。 GAAP贪博,每股收益为2.48美元,同比暴涨854%,环比暴涨202%,非GAAP贪博,每股收益为2.70美元,同比暴涨429%,环比暴涨148%, 大幅超出分析师预期,同比增长约310%至2.09美元。 从净利润来看,GAAP下的净利润约61.9亿美元,同比暴涨843%,非GAAP净利润67.4亿美元,同比暴涨422%。 二级度非GAAP口径下调整后,毛利率为71.2%,同比提升25.3个基点,也高于公司指引70%,上下浮动50个基点。 分析师预期是70.1%。 由于二级度的业绩增长,主要是由AI需求暴增所带来的数据中心业务的暴涨。 回答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也感慨地表示,全球已经安装了价值约1兆美元的数据中心。 而这个上兆美元的数据中心市场,正在从通用运算,向加速运算和生成式人工智慧转型。 一个新的运算时代已经开启。 通过挥达的Ninux网络和交换机技术连接,并运行挥达的CUDAI软体对展的NVIDIA GPU,构成了生成式AI的运算基础设施。 本季度,主要云服务提供商宣布推出大规模NVIDIA Edge 100 AI基础设施。 领先的企业IT系统和软体提供商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NVIDIA AI引入各个行业。 采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竞赛已经开始。 在二季度业绩暴涨的同时,汇达三季度的业绩指引也大超预期。 其展望收入预计为160亿美元,上下浮动2%,相当于指引范围在156.8亿至163.2亿美元之间。 以160亿美元计算,汇达预期三季度营收将同比增长170%,连续两个季度翻倍增长,较分析师预期高28%。 分析师预计三季度营收为12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11%。 同时,汇达还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新增回购股票250亿美元的计划。 没有到期时间,公司计划本财年继续回购购票。 受这一些列列好消息的影响,汇达股价财报公布后,一度大涨超过8%,每股超过510美元。 稍早前,当日收盘涨幅为3.17%,报每股471.16美元,收盘市值达1.16兆美元。 今年已经累计上涨两倍多。 根据彭博社消息,汇达财报公布后,带动了亚洲半导体公司股票价格上涨。 彭博亚泰半导体指数随后的早盘攀升2.5%,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大涨幅。 SK海力市上涨5%,台积电上涨2.5%。 汇达的优秀业绩使得其每股股价飙升10%,为亚洲晶片股提供了新的动力。 彭博亚洲晶片指数近年以来已经上涨了19%。 汇达业绩爆发的亮点就是,其二纪录数据中心业务营收达到创纪录的103.2亿美元, 环比增长141%,同比增长171%。 相比分析师预期的79.8亿美元高出了29%。 汇达称,数据中心业务的收入主要来自云服务商和大型消费类互联网公司, 受益于众多厂商开发生程式AI和大语言模型的推动。 基于Hopper和Ampere架构GPU的辉达,HGX平台需求强劲。 在二季度,辉达宣布了用于复杂AI和HPC工作负载的GH200Grace Hopper超级晶片将于本季度发货, 采用HBM3E记忆体的第二代版本,预计将于2024年第二季度发货。 辉达近日还推出了L40S GPU, 这是一款通用数据中心处理器,旨在加速运算最密集的应用程式, 由领先的四伏器制造商在广泛的平台上提供, 包括NVIDIA OEX和配备NVIDIA Bluefield DPU的NVIDIA II Ready四伏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台积电CoreOS产能一直紧缺, 再加上HBM晶片供应业偏紧,这也成为了限制辉达高效能运算卡出货的瓶颈。 虽然目前台积电正在大幅地扩大CoreOS产能, 但是从扩展到产能开出仍需要时间, 并且扩大的产能可能依然跟不上辉达暴涨的需求。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回答财务长Kalit Krais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回答在CoreOS封装等的关键制程, 以开发并认证其他供应商产能, 预期未来数季供应可逐步攀升, 回答持续与供应商合作增加产能。 另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 业内消息人士透露, 三星电子准备向AMD提供高频宽HBM晶片和一站式封装服务。 AMD专门开发四伏器CPU, 正在扩展其在人工智慧、加速器方面的业务。 该加速器利用晶片封装和机器学习技术来高效处理大量数据。 业内人士透露, 三星是唯一一家能够与HBM产品一起提供先进封装解决方案的公司。 AMD此前曾考虑使用台积电的封装服务, 但由于台积电提供的先进封装产能无法满足, AMD改变了计划。 据悉, 数月前回答AIGPU需求急速导致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产能严重不足。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坦言, 先前与客户电话会议, 要求扩大COOS产能。 设备厂商估算, 台积电2023年COOS总产能逾12万片, 2024年将冲上24万片, 其中, 辉达将取得14.4万至15万片。 目前台积电正急速扩产, 但COOS产能依然不足, 因此, 供应链传出, 辉达也在扶持第二供应商, 厂商透露, 联电将为辉达制造COOS所需的Interposer。 2023年7月开始, 每月出货3000片晶圆, 再送往AMKAR完成COOS封装。 目前良率与台积电相当, 有了AMKAR加联电的产能支援, 相当于8月开始, 辉达每月可增加30%的A100, H100出货量。 摩根士丹利报告表示, 辉达的财报对于AI半导体供应链而言, 将给营收带来上行空间。 大摩特别指出, 台积电作为辉达AI晶片的主要晶圆代工厂, 以及COOS先进封装主要供应商将会受益。 其他AI供应链公司如负责GPU测试的晶圆电, ASIC设计公司世新, 四伏器远端管理晶片BMC公司信华也将受益。 近日熟知回答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回答计划将H100AI处理器产能拉高至少三倍, 预测明年的出货量将介于150万至200万克, 远多于今年的50万克。 那么怎么解决先进封装产能及HBM供应瓶颈? 此时的NVIDIA L40s GPU便应远而生。 因为这款面向AI伺服器的高效能GPU, 不需要COOS封装和HBM晶片, 这将意味着这款晶片将不受先进封装和HBM产能供应的限制, 成为后续挥达吸金的利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